好,我们今天就开始讲解八个卦弯弯类像的深入的内容 我们昨天简单的讲了一项八个卦弯弯类像的八个卦 它所代表的最常用的最基本的点 今天我们再深入的了解八个卦它所代表的其他的含义 大家需要跟着我的脚步把一些重点内容给它画一下 要么就记在笔记本上,好吧 因为我们昨天是从前卦还有对卦开始讲的 我们今天就从坎卦还有梨卦一块讲 我讲过就是坎跟梨放在一块去记忆 前卦和对卦放在一块 正卦和迅卦放在一块 坤卦和梨卦放在一块 唯一呢就是剩下一个坎卦给梨卦 这个放在一块记忆 两者,两两个去记忆 这样的话它比较容易理解 如果你单个的去记忆的话呢 它就加剧了你的一个记忆内容 单独记忆也比较枯燥无味 所以说呢你们两个卦一对比的话 这样的话好多的内容你理解就把它记下来 我们先看这个坎卦 坎卦呢它是中间是阳窑 两边呢是阴窑 所以说呢叫坎中满 那么坎卦它是阴窑在外 阳窑在中间 它表示的是四面向心性的发展的趋势 也就是说由内而向外的一种感觉 它本身呢视为这个水 水呢是具有柔性的 所以说坎卦的人呢 性格呢表面上看起来是很柔和的 表面上看起来是非常柔和的 但是水的本质呢 我把它标注下来 你们也给它标注 就是表面上呢 这个坎卦的表面上它是非常柔和的 它不像前筋那么刚硬 它也不像队卦那么活跃 它不像阵卦那么大大咧咧 它也不像阵卦这么这个心思缜密 它也不像静卦跟坤卦的那个 老实北分 它表现出来了就是一种 很安静 表面看起来很柔和 这样的一个性格 因为水呢 它自身就是柔和的 并且安静的 所以说呢 水是柔而流动 然后呢再加上一个安静的 这种特点 这种人是表面上是看起来安静的 这些呢 就不用管了 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还有呢 就是它代表线 就是坎卦 它代表线 什么意思呢 就是凡是低于 低于这个 低平面的 或者说呢 勾 坑之类的 全部都用砍卦去表示 砍卦为劳苦 为什么为劳苦呢 那就是说呢 因为水呀 是一直流动的 所以说呢 它为劳苦 所以说砍卦的人呢 它偏向于劳苦 偏向这个 做了A 又做了B 做了B 又做了C 就这种特点 你像这个 刘坦呀 成这种巨星 这种呢 我们就不需要去管它 然后呢 我们也把重点的内容 给它剔除出来 还有拿坎为思想 那么如果是论 论智慧的话 八个卦当中 只有坎卦是最聪明的 所以说呢 砍卦应该叫聪明 就是砍卦的人 他是所有人当中 最聪明的一个 他聪明 你知道吧 他聪明在什么程度呢 他聪明在外表 没有动静 全在头脑里面动 这就是他的聪明 也就是说 他遇见了一个问题 他能够找到 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 但是他外表 表现的没有像 静卦这么躁动 静卦 如果要是忽然有答案的话呢 静卦可能就 马上就表达出来了 爱说 我想到这个问题了 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去解决 一二三四 怎么解决了 砍卦呢 是我所有的思想活动 我全都在脑子里面 我不表现出来 我不管是喜欢也好 我讨厌也好 我都不表现出来 所以说呢 别人看砍卦的人呢 是没有 是没有这个动作的 就是说这个人就 就挺安静 挺老实的 也不知道他脑袋里 天天在想什么事 因为呢 他脑袋想了任何的事 他都不会表现出来 而且这种人 他想问题 也是特别聪明的 所以说要论聪明 谁也比不上砍卦 谁也比不上砍卦 所以说呢 这一块必须要把它记一下 为什么他外边没有动静 头脑全在里边呢 那就是砍卦 他本身为暗 就是砍卦本身为暗 他为子吗 为子叶 所以说呢 里边的为内 内动 他外表呢 是阴摇 他是静的 阳摇在里边 为动的 所以说里边动 外边安静 就是这种人 不管说他高兴也好 还是悲伤也好 他往往呢 都不表现在外 不表现在这个表情里边 你都不知道这个人 他到底是高兴 还是快乐 他喜欢 还是不喜欢 他到底是有没有赞同 或者说拒绝 他都不表现 所以说这种人是非常难以相处的 就是说这种人 他很同美 但是很难相处 因为他不说话 或者说他很少说话 他很少表达自己的观点 别人都不知道 他要点菜的话呢 他也不表达 他喜欢 他不喜欢 所以说他要问他 他也简单就说了 都没想 所以说这种人是 很难琢磨的 非常难琢磨 就是说 我们任何人都不知道 凯卦的人 他心里在想什么 他随时呢 都会有 令别人想不到的举动发生 所以说呢 这种人呢 他的做法 或者说呢 说法 或者说呢 想法 他都是难以琢磨的 这种人的性格就这样 你也不能说他内向 因为他本身就是这个性格 我们再进行往下看 这几个呢 不是特别重要 这几个也不是特别重要 这几个也不是特别重要 看为隐符 所以说呢 这个 跟这个子叶是一样的 隐符呢 就是不表现的意思嘛 然后呢 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再继续往下看 还有这个 这个也很重要 这个水流取直 变化不一 因为水啊 它到底是直流 就是说 往下流 它到底是直着往下流啊 还是拐弯往下流啊 这个不得而知 因为这个要看地形 如果地形高的话 它可能就流回来了 如果东 如果东边跌了 它就往东边流 如果西边跌了 它就往西边流 所以说呢 喊挂的人呢 它往往表现出来 是一种变化不一的表现 它的表现是非常不一 变化不一 表现不一 所以说呢 它想的 它做了什么 没有这个人啊 能够装目出来 也没有人 去能够猜透 它心里在想什么 你永远都猜不透 它心里想什么 就是这样一个特点 但是砍挂的人 只能用激将法 你知道吧 只能用激将法 什么叫激将法呀 你非得去 你非得把这些惹毛了 它才能把这个 它的表达呢 说出来 讲到这个 讲到这一块呢 我忽然想起来一个故事 就是一个什么故事呢 就是说在 比较高端的一个 这个商战里边 就是商业嘛 商业的这个策划部 有一个策划的领导 策划的领导 这个策划的领导呢 他非常高明 这个策划的领导 他非常高明 而且呢 他头脑特别聪明 他每次搞的策划呢 就是成功率都很高的 但是他是砍挂了人 他平常都不表达 他的特点呢 就是我制定出方案之后 你下边就过执行就行了 那你也别过 讨价还价 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呢 他的工资发展是非常迅猛的 就是因为这个策划领导 他的策划特别厉害 别人呢 都看不出来他这么做 道理是为了什么 所以说呢 竞争对手啊 就非常苦恼 因为呢 他这个公司要好了 竞争对手呢 这个要不就差了 那竞争对手呢 没有办法 他通过这个内部的人啊 就去打听 打听说这个领导啊 每天都在干什么呀 因为呢 通过内部的人 他想了解这个策划的领导 他天天在想什么 在做什么 进而呢 了解这个领导的想法 然后呢 制定呢 对战方案 可是呢 内部的人员就说 这个人啊 平常呢 啥也不干呀 就特别安静 也不跟我们说事 每次开会呢 就简单的说两句 然后呢 就让我们去做 他也不说他的想法 他怎么想的 他怎么做的 他都不说 就天天在寞在那里 结果呢 这个就是 哎呀 竞争对手啊 就就麻烦了 这个 这样的人怎么办呢 啊 有一个特别聪明的人 就跟他想办法 说这种人啊 你必须得使用激将法 你不使用激将法 他是不不说的 哎 你别说这个方法 还特别好 然后呢 就是 当下一次呢 这个策划的领导呢 再给这个 员工开会的时候 这个下边的 就是下边的一个员工 就使用了这个激将法 说 跟他说嘛 跟这个特化的领导 他就说 他说你 你做了这个特化 不行不行 这个不行 领导说 怎么不行啊 他说你看啊 然后呢 下边的员工 就给他列了很多很多 这个领导 搞出来的策划 不行的理由 他说你这样不行 你那不行 你怎么不行 怎么不行 结果呢 说了好多好多 结果这个领导 一下就上火了 他说 我是领导 你是员工 你必须得听我的 然后那个 下边的员工呢 也火了 就两个人就吵起来了 他说你这么做就不对 你这么做的是非常愚蠢的 连三四小孩子 都不会像你这么做 结果呢 这一下就把这个领导 给闹火了嘛 他说你 他说你太蠢了 我这么做的原因 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大家全都说出来了 我之所以这么做 大家又把原因 所有原因全说出来了 结果呢 这个领导就说 哦 原来你是那么想的呀 好了我知道了 林长 你太高明了 太厉害了 结果呢 这个会就开完了 开完了之后呢 然后这个人呢 其实上这个人是被那个竞争对手买通了嘛 就是内奸嘛 然后呢 就是说这个 这个人就把他这些想法呢 给那个竞争对手说了 结果呢 竞争对手呢 又采取了新的策略 啊 结果呢 就是下一轮了 呃 就是竞争对手的那个 呃 公司呢 发展的特别好 就把他这个公司呢 给压制了 啊 从这一句 呃 从这一个故事呢 就能表达 看挂了人呢 你不激发他 啊 他是不可能 去呃 表达他的观点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水啊 我们给他做一个对比 相当于是吃糖 相当于是吃糖啊 那么这个吃糖啊 他本身是安静的 他也不流 你说怎么办啊 他本身他也不表达啊 他也不动 他就是一个净水啊 吃糖的 他就是一个净水 那你怎么办呢 你没有办法 你只有呢 往这个水里边去扔石头 去扔石头啊 你扔石头 你扔大石头 他就崩的一下呢 就崩出那大水花 你扔小石头呢 就崩一下 崩一个小水花 所以说呢 就必须把他惹火了 他才真正的呢 把他的问题 把他的原因跟你说出来 不然的话 你不扔石头 他是不表达的 他就是一片劲 听明白了 打个一来 所以说呢 砍挂的人呢 就是这么样一个 一个解决办法啊 如果你没领导 也是砍挂的人 你想知道他说什么 你必须得让他发火 你知道吧 你开玩笑也行 还是说你怎么样 如果你 如果你的老婆 或你老公啊 是砍挂的人 你想知道他是什么人 你就必须得激将他 你不激将他 他又不告诉你 他心里在想人嘛 就是这样 然后呢 我们再继续看 还有什么特点 这几个呢 也不是 不是特别重要 你看 有这个暗昧 砍挂有暗昧的信息 什么叫暗昧呀 就是 我做了什么事 我不 我不想告诉别人 我背地里 我私底下去做 还有呢 欺赞 疑惑 多心 就是很聪明的人 他的这个疑惑心 还有 还有那个猜疑心特别重 因为他很聪明 他的问题 想的问题 特别 特别精 特别多 所以说 这种人呢 他本身的猜疑心特别重 但是他猜疑心 他都是自己想 他不会告诉你 继续往下看 你看 还有智慧 我标出来这个东西都是砍挂的重点 你们都需要标 标 标译出来 还有算计 他本身呢 因为这种人特别聪明 他很会算计 八个挂当中 谁也比不上砍挂和算计 你知道吧 有人就说了 那个迅挂也行啊 我告诉你啊 砍挂跟迅挂完全不是一回事 我来说一下 这个砍挂和迅挂 它有什么特点啊 砍挂是算计 是聪明 你知道吧 是利益 这是砍挂的特点 是自身的利益 就是我不管你 反正我要保证我的 我要保证我的利益 我要保证我的权益 我会为了我的权益 为了我会利益 我会想尽一切办法 就是这样啊 那么迅挂是什么特点 迅挂呀 它是策划 策划我们都知道 它是一种整体性叫做 对吧 策划呀 它是一个整个故事 整个线条 它第一步干嘛 第二步干嘛 第三步干嘛 它整 它的整体性 把握的比较好 比如说我们做一个 企业营销 对吧 一个营销 广告 那么它从头到尾啊 它都给你 考虑的特别周全 它的整体性比较好 你像砍挂呢 它是 它是点 点状的 它是点啊 就是它不考虑 整体性 它就围绕着 它那点东西 点啊 它又围绕着 它的那个自身利益 我不管你整体 你整体好坏 我没有关系 不过没有关系 啊 我又关注我 啊 训惯呢 它是考虑一个整体性 啊 说那个公司要是不好的话 那肯定它是有责任的 啊 所以说训惯 它是一个策划能力 砍挂 它是一种 呃 不过一切办法呢 考虑自己的利益 或者说呢 呃 自身的权益的这么一个点 啊 它是这么样的意思 这两个完全不太一样 啊 完全不一样 还有一个随波逐流 变化无常 这个呢 是砍挂 呃 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刚才已经说了 变化不一 对不对 变化不一 砍挂为心思 为谋略 为警戒 为疑惑 这些呢 都是砍挂的特点 谋略性比较高 警戒性很高 疑惑 疑惑 也挺高的 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啊 这几个呢 都我们常 这个经常不用的啊 我们讲人物啊 和砍挂 砍挂相关的人物 人物的话呢 如果砍挂比较旺的话 如果砍挂旺的话 那么它往往呢 代表的是思想家 思想家 创造发明家 数学家 数法家 它比较旺啊 它比较旺啊 如果砍挂旺 因为呢 砍挂旺或砍挂衰呢 它表达的不一样 如果砍挂 它比较衰 它往往呢 代表的呢 是一种逃 是一种呢 逃亡 逃亡者 亡命徒 盗贼 黑社会 同样一个体挂 是砍挂的人 如果你一看 它的砍挂是比较旺的 那就说明这个人啊 脑袋特别厚美 是一个 有思想的人 是一个 非常锐质的人 如果这个人 你那么奇怪 一看这个人 体挂特别失败 你知道吧 那这个人啊 指定 不是什么好人 比如说 盗贼 比如说 黑社会 比如说 贫困者 比如说 诈骗者 比如说 诱骗者 比如说 有犯罪历史的 恶人 病人等等 或者说呢 多情的 轻浮的 酒鬼啊 劳务人员啊 劳苦者啊 失败者啊 破产者啊 窝居气啊 沉默者 思考者 受灾之人 中毒者 江湖之人 船上无恶者 冒险者 黑教 流亡者 这些不好的 你看啊 狠毒的 狡诈的 偷偷茫茫的 劳碌的 辛苦的 忍耐的 全都是 砍挂比较衰的人 因为吧 因为衰 它就是凶啊 就会出现一种凶的像 凡是和凶的 有关系 它都是 就是这个和不好的 它都是代表 砍挂 摔的那种人 如果砍挂忘了人 它就是往好一边去想 它就是吉利的 比如说 华乐宫啊 数学家呀 你比方说什么 物理学家呀 什么 化学家呀 什么 各种科研工作者呀 这种人呢 很多都是砍挂 很旺的人 他本身很旺的 但是呢 脑袋特别聪明的 那个小孩呀 从小学数学呢 就经常考满分 对吧 这种人 平常也没学习 就天天玩 可是他每次考试 都比较考虑比较好 这种人就特别聪明 这种砍挂比较旺 所以说呢 一个挂忘了 跟一个挂摔了 它有一个吉凶之分别 而这个是人物相关系的 和人相关系的 我们再继续看 这个和身体相关系的 比如说这个 肾脏 胖胖 密尿系统 松殖器 血液 体液 这个呢 经常用 我们往往一看 这个人的肾好不好 就开始砍挂 对不对 一看砍挂 摔啊 或者怎么样 就是肾不太好 经常呢 肾痛啊 或者说腰疼啊 背伸癌啊 之类的 这个经常使用 血液系统啊 水面系统 这个也经常使用 比如说我们用挂去 看身体疾病的话 往往就用砍挂 去代表心脏 代表密尿系统 代表这个心器官 代表那个体液 血液等等 都是用砍挂去代表的 如果砍挂比较衰的话 就这一方面可能有问题 就是功能低 如果比较旺的话 就是这方面没有问题 动物的话 这一块我们用的很少 咱基本上就不要去管它 我们不经常用了 我们就不管它了 这对于器物来讲的话 比如说是液态的油啊 水啊 酒啊 醋啊 酱油啊 发米水啊 这种液态的物体 因为和水相关系的 都用砍挂去代表 药品啊 涂料啊 这种呢 水车呀 洒水的 只要和水相关系的 都用砍挂去代表 比如说排水设备呀 海水呀 汤啊 大海呀 全部都是用 下边的你看啊 这个场所 大海呀 小河呀 井啊 下水道啊 酒吧呀 指标是和水相关系的 都是用砍挂代表 你包括一些黑色味果点呀 什么洗浴中心呀 不管是这个洗浴中心是 正规的还是不正规的 它都是属于砍挂 你知道吧 不管是正规还是不正规 它都是属于砍挂 比如说消防队呀 自来水公司啊 水厂啊 煤厂啊 湿地呀 这种流动性的和水 紧密联系的 全部都是属于砍挂啊 从天下来讲的话就下雨嘛 雨就是砍挂嘛 我们就是用雨去换雨就行了啊 那么时间在一块你必须要知道 它是晚上的11点到第二天的1点 不能说下午呢 因为这是晚上啊 晚上的11点这个必须要记住啊 晚上的11点到第二到凌晨1点钟 这个呢 这个呢是砍挂 有的时间 方位这个必须要记住 记住记什么呢 就记正北啊 后面这个正西不要去记啊 这是先天挂 我们都用不上 你就记这个后天挂正北就行了啊 数字 你就记6就可以了 1 你就不要记了啊 因为明花艺术当中 砍挂全部都是6 不是1 所以说你就记6就行了啊 这个甘汁我们就不用管啊 味道呢是咸 这个色彩呢 黑色或紫色 因为紫色比较坚决于黑色啊 所以说呢 黑色或紫色都是用卡花代表 和疾病相关系的 是泌尿系统 肾 免疫系统 耳朵 耳病 腰酸胃痛 心脏病还不是 我们直接用 这个心脏病是怎么来的 因为肾有个心啊 它是一体的嘛 所以说呢 肾不好呢 心也不好 它就这么写了一个心脏病 但是呢 心脏病真正的问题是离挂 这个呢是砍挂 是吧 相关系的代表 大家呢 把它去记一下 那么听懂我刚才讲的呢 大家呢 就打一个1 2 好 和那个砍挂相反的 或者说呢 相对应的那个点呢 它就是离挂 那么离挂呢 所代表的是一种 外边上下是两个羊咬 中间呢 是一个阴阳 它和砍挂正好完全相反 阴阳完全相反 它是一种什么呀 它是一种由中心 向外发展的趋势 因为离火呀 所以说呢 现在二十 这个离九月 为什么发展这个 现在离九月啊 现在接下来二十年 不是发展那个 离火吗 所以说接下来的人啊 他都不像以前 那么保守了 他都比较外向 他都比较外向 怎么外向嘛 他自己有 自己喜欢 他就说出来 他自己不喜欢 他也说出来 他自己 不像之前 这个样子 我保守啊 我守本分啊 等等 不是了 你看现在的这些小视频啊 这些图片啊 他都特别外向 你知道吗 很多女的穿的比较少 是吧 很多男的穿的也比较少 很多男的天天在那儿 这个露那个腹肌 是吧 很多女的呢 也天天呢 就在那里 就展示自己的美 是吧 你们去看小视频也好啊 看现在的这个 互联网环境也好啊 就说明 接下来的这个人群啊 他不像前十年那样保守了 前十年 你穿个半袖 好像 你都觉得有一点 漏了太多 现在呢 穿半袖都太多了啊 就是 反正说上 接下来的二十年 这个人的特点啊 他是逐渐的 往外走 表达 表达能力特别强 就是表现 但是接下来 如果你要是想在新的时代当中 能够 咬一碗水 你想 在新的时代当中 占有一席之地的话 你 不主动表现 你还像前十年一样保守的话 我告诉你 时代 他可不管你 实在要求你的 就是要表现你自己 你像现在的小视频也好 不光 就是说过多少年以后 再过个五年十年 小视频不一定流行了 但是虽然不一定流行小视频了 但是他也绝对不会少了表达表现的这种特点 意思就是说哪怕以后出现元宇宙也好 还是说出现了什么那个新型的产业也好 他也一定是一种表现 外露 表达 美 表达想法 表达自己的意见的 那么样一个时代 如果你还不敢说话 你不敢表达 告诉你 你会被这个时代所抛弃 因为接下来的这个时代 他就这样了 你不能说保守是好 保守是不好 你没有办法去表达这个保守 他是对还是错 因为你只要是和时代相接轨的话 那就是利于你 你只要是和时代相违背的 他就是违反你 就这么简单 所以说人应该跟着时代去走 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内带的人 那你就要练习一点 让自己变得外向一点 虽然说人的本性是难以改的 但是你总归能够改30% 人的本性70%是改不了的 但是30%是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 去改的 这个完全没有问题 所以说你不要去害怕你说错了 有比你说错的多了多了 人家还一样 比你做的好 为什么呀 因为他表达表达的比你好 你像现在的小视频 是不是全部都是在表达呀 高兴了他也表达 不满了他也表达 虽然说不满了会被删除视频 或者说会被封号等等 那没有关系啊 但是这个时代的特点就是这样 你看不好的是吧 我上诉 我也去表达 对不对 你看这个时代 他就是表达的时代 对吧 至少接下来20年 他一定是这个时代 你还是在那里就是说 闭门倒车 告诉你不好使了 是这样的一个特点 为什么呀 因为离火呀 代表火 它是像火一样的 火是什么特点呢 火是向外部释放能量 那大家呢 也应该像火一样 你有什么优点 你就表达出来 你有什么想法 你就表达出来 你漂亮 你也表达出来 你丑 你也表达出来 你看好多人 他很丑 他也 他就借着他的丑 去表达 对不对 人家也赚了很多 人家很漂亮 做那个直播 人家也做得特别好 对不对 也就是说 不管是你好 或者说不好 你都可以透过表达 去展示你自己的这个魅力 就这种 这个试探 一定能够让你 跟上这个时代 就是这样的 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黎卦所代表的明亮 美丽 因为火呢 它是亮的 照耀之余 所以说呢 接下来呢 应该是一种 发散的 表达的 表现的时代 因为火呢 是一种虚拟的 所以说呢 接下来的 虚拟的 行业 比较好 虚拟的行业 比较好 或者说呢 文化的行业啊 因为文化 就需要表达嘛 文化 思想 这种东西 它就需要表达 所以说 正好呢 适应了 这个时代的发展 你们呢 要考虑一下 这个时代 是这样的啊 离火呢 就是这么样的 整体特点 我们再继续看啊 看下边有什么 比较重要的特点 再一个啊 离为文明 再一个非常重要 要把它记下来 为什么呀 因为离挂的人都特别注重礼貌 有一个算一个啊 就是离挂的人 你们 难道明天呢 就开始告诉大家 怎么去体挂啊 你去排一下挂 你排一下你认识的人 如果咱体挂是离挂的话 这种人啊 有一个前提啊 前提就是说 铁挂要旺啊 铁挂要旺 只要是离挂 铁挂要旺的话 那么这个人 他一定特别懂礼貌 温文而雅 冰冰有礼 这个是铁挂人的特点 这个是离火人的特点 如果他是衰呢 很无礼 就相反 你知道吧 衰的话呢 就是无礼 无礼 暴力 生气 发火 明白吗 所以说呢 这个铁挂 一个旺 一个衰 是完全相反的 两个境界 有人说 那你一个旺 一个衰 那中间阶段怎么样呢 那中间阶段 它就是 起挂 也不旺 也不衰的中间状态 这是一一对应的 怎么样判断旺和衰 我们还能够讲到那个地方 你先把它记下来 好吧 我们讲到起挂 起完挂了以后 我们再讲 怎么去看这个人 是旺的 怎么看这个人是衰的 您就知道了 好吧 我们到明天或后天 就能讲到这个地方 你先把它记下来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 另一个 梨挂为美丽 这个也要记下来 梨挂的人 如果要是旺的话 他特别喜欢打扮 然后呢 喜欢漂亮的东西 比如说买个衣服 要特别注重于款式啊 颜色啊 就这种 特别注重于外表 如果他是衰的话 和他相反 就不注重外表 不注重这个外表 外衰的 完全是一种相反的境界 再记下往下看 梨挂为修士 这一点呢 也一定要把它记下来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梨挂为外表啊 往后的这个发展 这个社会趋势啊 我告诉大家啊 他一定是个外 外贸协会的 什么叫外贸协会啊 就是说你谈男女朋友 他要考虑外表 哪怕说 你合作 他也考虑一下 这个人 他的穿戴 得不得体啊 比如说 A和B要合作 A就看了B啊 穿搭不整洁 头发又不洗 牙又会刷 他这个鞋呀 穿的都破了 不管这个人他多有能力 都会B产生一种 抗拒 或者说呢 讨厌的一种心理 所以说接下来的社会呢 是外表特别重要 外表特别重要 就是说不管你有没有内涵 没有关系啊 但是外表一定是很重要的 你像现在的小视频 对不对 搞直播的 或者说呢 搞那些搞笑的之类的那种 你不管人家这个东西有没有营养 你看人家搞那个直播啊 搞一些视频啊 那个内容有没有营养 都没有营养 甚至都是毒鸡汤 可是为什么有很多人 一直去跟风啊 为什么有很多人 去跟着他们啊 那就是因为啊 他外表做的好 要么说这个女的特别漂亮 要么呢 说这个女的特别会撒娇 要么呢 说这个女的 她的人设做的特别好 什么叫人设啊 人设也是一种外表啊 人设呢 就是你的一个形象问题 个人形象 你接下来你做业务 你说你没有自己的形象 你没有自己的人设 告诉你 很难做 就好像我一样 那么我 你们这段一来听我的课 那么你对我的人设 你对我的个人形象 就是我在这一块 特别专业 这个同意我这么说话的 打个一 你们认为我很专业的 打个一来 是吧 那么这种呢 就是一种外表 这种外表呢 就是一种 外在形象 或者说呢 是外貌 这种外貌呢 不仅仅是外表啊 方言说 方言说我现在要留长发嘛 对不对 我留长发给人的印象是什么 给人的印象是 我和这个国学 非常大边 非常大边 啊 翻译说 接下来这个人物的 呃 发饰啊 就是头发呀 服装啊 语言呀 动作呀 全部都要和你的主题搭边 你比方说我在外边 我是经常穿着 呃 国风的衣服啊 留着长发 那么这种情况下 是不是给人第一个感觉是 诶 这个人是不是做国学的 啊 一问还真是 啊 事实上什么原因 那我为什么留长发 那啊 真正原因可能是我没有钱 理发啊 可能是这么个原因 穷着没有钱理发了 但是 咱不知道这个内在原因 到底我有没有钱理发 咱别人不知道 但是别人看我的外表 就是你 你就是做国学的 这个是一个个人形象 个人人一顺嘛 但是你你内在到底是不是 呃 是不是这个就是和外在一样的 那个不重要啊 那个不重要 好吧 这个 所以说呢 这个离为修饰 接下来20年 他一定是一个 所以说呢 这一块 他未来的这种 呃 让人更漂亮的 我让你更漂亮的行业 就是 让人 让人漂亮的行业 会火 比如说医美行业 是吧 医美现在多火呀 医美我告诉你 医美火 那现在 还没开始呢 对不对 你比方说化妆品 是吧 你像化妆品 现在火了多少时间 你像那个搞直播的很多 卖多少化妆品 对不对 呃 你比方说现在你买一个东西 你都要看他好不好看 比如说我同样买一个水杯 你要先先挑漂亮的 好看的 对吧 不管你买什么东西 同样质量的 同样品牌的 如果外表漂亮 你一定会选择外表 所以说呢 接下来呢 是非常注重于外表的这么一个时代 继续往下看啊 还有呢 离 为虚 虚是哪虚啊 不是这个肾虚啊 是内虚 内空 你知道吗 是外食 内空 什么叫外食内空啊 就是外边我们给别人看到的 我很厉害啊 我很漂亮啊 我能力很强啊 我多厉害啊 等等 可是内在并不像外表那样 好 那么专业 没有办法 这就是这个时代 他就是这样表达的 你看有很多人说 外表说 我能怎么样 怎么样 实际上你这样去做了 他真的做不到那么一点 对不对 他做不到那一点 那你就说他是骗子 是不是 像现在有好多的 就是这样的 他经常说 他能干嘛 能干嘛 是不是 结果那下班人都说他的骗子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 你没有办法 他这个时代就这样了 他往往呢 就是外表跟内在 他不一致 就是这样啊 我们再记下往下看 比如说这个电脑网络 也是网状的 网格的 全部都用离火去代表 电脑网络 这个也是用离火代表 他给我们代表 颜值大于能力 这句话很对啊 颜值确实大于能力 现在 你一个漂亮的姑娘 你在抖音上 你再怎么 在小视频啊 你去拍 哪怕你说的是毒鸡汤 有很多人给你点赞 你知道吧 他们点赞的目的并不是因为你说的内容得理 而是因为你漂亮 明白吗 下边的人 直接在下边就是说我喜欢你 对不对 这种人太多了 也就是说现在是这么样一个时代啊 离火 你看 离火的人啊 如果比较衰的话 在这个地方 如果比较衰的话 无理 暴力 生气 发火 还有虚荣心 特别强 现在的人 你说虚荣心有多强啊 对吧 你看看我们周边的人 我们不看小视频啊 我们看周边的人 虚荣心有多强啊 就是说虚荣心是每个人都有 这不假 但是 过头了 现在 现在虚荣心都过头了 还有焦灶 煽动 他这个煽动是什么 他这个煽动啊 这个是 在生气临发火在一块 他弄煽动 煽动人 比如说 你是一个公司的领导 下边的员工啊 他要反抗你 那么如果离火的人要有的话 他就会联合其他的人一块 反抗你 就是让你领导不好干 所以离火的人呢 有这么样一个特点 特别的是离火比较虚荣的 衰荣的人都有这么一个特点 你看 有美人 离火代表美人 代表清福 所以说 各位你会发现 接下来20年 美女越来越多 你信不信 我就在这里 把画放着 美女 越来越多 这个美女越来越多呢 可能是在线上的 可能是在网络上 美女越来越多 现实 那不一定 但是网络上肯定是美女 越来越多 帅哥也会越来越多 还有不知道各位你们有没有发现 现在生下来的小孩啊 都比较漂亮 小女孩都比较漂亮 小男孩都比较帅 你们不知道有没有发现 现在生下来的这个小孩啊 比前四年 比前20年的小孩都漂亮 都好看 因为时代不一样了 时代是离运的时代了 所以说 你们完全可以 就是说 长得还可以的 完全的就是可以用美貌 去俘获人心 所以说 现在这个时代啊 老板啊 是越来越不好干了 为什么 因为老板往往呢 会被美女 所腐蚀 对吧 特别是那个男老板 特别呢 男老板对于那个女人的美人计 啊 那基本上呢 是没有什么抵抗力 然后就说 男老板呢 现在特别多 是被那个女人 被那个美女 所诱惑 特别特别多 是吧 所以说 如果啊 你像叶老师 来确定这个人 叶老师 他就是老板 是吧 那他是老板的话呢 那你要注意你公司的美女 有没有这个花言巧语对你 是吧 哈哈 就是开玩笑啊 花言巧语啊 抗上啊 离挂的人还比较抗上 你知道吧 就是离挂的人 他不希望别人管他 他比较逆上 领导说他两句 他就不高兴 如果领导夸他两句 他心里舒服了 明白吗 离火弱的话 还撒谎 离火比较旺的话 容易撒谎 如果离火比较 离火比较衰的话 是撒谎 如果离火衰的话 是比较撒谎 如果离火旺的话 就是有学问 有文学 有艺术 是个艺术家 美术家 都是离火 旺的表现 比如说你是一个美术家 你画画 是吧 你是一个 这个产品的 美颜 这个 这种工作 你是做设计的 或者说你是研究 艺术的 你是研究文学的 你是研究语文的 你像墨炎那种 那么等等 这种呢 都是属于学问 文学 艺术 美术 这种 离火 旺的这种状态 还有呢 就是告诉大家 离火呢 是一种艺术 接下来的这个时代啊 一定是艺术 蓬勃 发展的时代 比如说 美术啊 音乐啊 舞蹈啊 象棋啊 体育啊 就这种艺术类的 它不是那种什么语文数学 英语 那种是学科 那种学科会越来越偏 会越来越弱 你们发现了吗 我们现在这个国家 现在呢 又颁布了这个 不让校外培训了 对不对 你看 可是它没有限制 校外的 这种艺术类的 舞蹈类的 唱歌类的 音乐类的 这种发展 它没有限制在一块 但是它限制学科了 为什么呀 那就是因为这个时代 它属于艺术时代 如果你真的会唱歌 唱的特别好 你在抖音上 或你在哪个地方 或者你在其他平台上 你会很厉害的 你知道吧 如果说你会跳舞 你把你的跳舞 发展的特别好 你也会很厉害 你绝对不会 就是说缺钱的 你知道吧 你只要是 在艺术在一块 你有一个点 你表达出来了 你都不会缺吃的 有很多人啊 你像有很多的实业老板 我平常跟很多人聊天 很多实业老板 他现在就扭不过一个劲 他扭不过什么劲 他就一直觉得 实业新国 我告诉你 实业新国 那只是一个 国家发展的一个阶段而已 它只是一个阶段而已 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 前20年就是实业新国 前40年到20年 他就是一个实业新国的阶段 很多老板 他就扭不过这个劲 他说我就不信 以后的社会 都是这些网上的东西 我就不信 我就坚守做实业 现在这种 这么扭的人啊 我也不能多说什么 因为他毕竟不懂这些规律 他就是说坚守的认为 实业新国 新国不一定实业 你知道吗 你像美国跟日本也不是坑过 现在是比较强的 对不对 他是实业新国来的吗 他不是实业 你看美国现在发展智能了 日本 日美呢还发展这个高分级了 对不对 你看是不是往这方面去走啊 你实业 你实业那就没有用了 你知道吧 但是下来你们创业也好 还是说你们怎么样也好 尽量啊 我讲尽量离那个实业远一点 这是我对大家的一个建议啊 如果你是实业的话 你转型 或者说你想让你的实业做得好一点 尽量 往这个虚的这个东西去偏 去结合 让这个虚的东西去带动你实业 接下来这个实业呢 会越来越难 那么越来越难呢 他不是行业难 他是表达能力 不如 虚拟能力强了 他的表达能力的问题 不是说你那个产品问题 不是那个意思啊 而是表达能力 太弱了 你比方说你卖一个水杯 你卖一个水杯 以前都说的是什么 我的水杯质量好 我的水杯保温等等 现在你说这个东西有用吗 没有人信 你知道吗 你现在 我只要把这个水杯 我弄得漂亮一点 弄得好看一点 那就有年轻人去买 年轻人为什么买它 就是喜欢那上面的画 就是喜欢它的这种造型 所以说你买实在的东西 为了用啊 现在几乎不是为了用 都是为了好看 都是为了美观而去买的 真正的用 你说用什么不一样用吗 现在产品都这么过剩 是吧 好我们再继续往下走啊 叫人的话 叫人的话 林贯导为中间妇女 所以说接下来呢 20年的中间妇女 迎来了明天 迎来这个崭新的黎明了 接下来的这个女性同志 会蒸蒸日上的 为什么呀 因为梨挂来了 梨挂带动的是女性同志 特别呢 是这个 已婚的 因为中年 中年女性呢 往往呢代表是已婚女性 当然啊 当然因为现在的这个人啊 现在的人你不能说用结婚去代表啊 现在很多人这个成熟比较早啊 成熟的比较早 就他的心态啊 他比较早熟的那种也可以成为离火 离火的这个女性 你看我们看前段时间这个女族 是吧 那女族呢 现在呢 很牛 是不是啊 那你女族 你牛 但你看吧 同样的 男族 那老是那么熟 是吧 那熟到都没有办法了 对不对 很多网友都骂了 开骂了 开始 那女女族为什么那么厉害啊 你说这个 要是说戾气 那个女的还没有力气 没有男的力气大的 你要是说这个吃 这个跑步的持久力啊 那还不如男性的 对不对 那为什么女性的厉害 你看现在很多当官的 很多当官的 还是政府官员啊 很多女性的越来越多 我发现说 接下来呢 是女性 比较牛的这么一个时代啊 也是因为女性牛的时代 接下来呢 这个家庭 婚姻 会变动比较大 你知道吧 接下来的家庭 跟婚姻 这个社会变动非常大 如果你同事的行业 和家庭离婚 之类的 或者说相关系的工作 我告诉你 你会报复 你知道吗 因为接下来的这种 这种家庭 他离婚的越来越多 为什么呀 因为女的呀 他跟前几年不一样了 是因为和平年代 不打仗 女性越来越牛 这个跟和平年代 不和平年代 没关系 这个他就是一个时代的 就是说我们这个社会啊 他就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你知道吧 时代的产物嘛 我们也不知道 这个为什么女性 就这么强起来了 当然啊 女性对来就很强啊 我们也不知道 为什么说这几年 这个女的这么厉害 对不对 男的就是说 越来越不如前几年了 对吧 越来越不如前几年了 这些男性同志们 因为呢 前几年这个女性同志 他要需要男性同志 所以说呢 离婚离几少 现在呀 变了 现在时代变了 女性啊 他没有男人 他也过得特别好 人家很努力 也能够买的房 也能买的车 对不对 那我要你男人 有什么用啊 你烦 是我的累赘 我要你干嘛 所以说 接下来的这个社会啊 这个离婚的越来越多 这个家庭变动啊 也越来越多 就是这么一个时代 我告诉大家一件事啊 现在因为 这个家庭啊 婚姻的变动 这个问题啊 有需求就有失常 现在又出现了 出现了一种 这个什么 现在出现了一个行业 是什么 是那个 是那个劝退 劝退工资 你知道吗 什么叫劝退工资 你知道吗 这个劝退工资啊 他当时劝退小单的嘛 就是劝退小单 劝退小单的就是说 哎 这个 这两组的离婚 是因为 其他的人 啊 结果呢 他老公或他老婆呢 找了这个公司啊 然后让那个公司啊 劝说这个小三 不让他再进入他的家庭啊 当然现在这个产业 现在还没有 你们现在上网上百度 搜 都能搜到 我现在给你 给你这个 给你 给大家看一下啊 你看看到了吗 劝退小单的公司 看到了吗 你看到吧 劝退小单的公司 看到了吗 什么 护情 婚恋服务有限公司 看到了吗 受人 中托人之士 你看到吗 婚姻建设 小单劝退 感情资费 这个世界有 你看好强大的团队 看到了吗 所以说这个世界 有什么需求啊 他就是你看 这个广告做的还不少 看到了吗 感情啊 但是你们现在啊 就是说 可以去做那个情感公卫 看到了吗 接下来的社会 因为啊 家庭 婚姻变动 比较大 你可以去做这个情感公卫 在一块 为什么你看啊 现在的情感公卫啊 心灵导师啊 越来越火 你看抖音样 现在有好多的人 跟你讲 怎么做老婆 怎么做老公 是不是啊 怎么做父母 怎么做孩子 有好多人在讲这些东西 好多的群众啊 在那里去看 为什么 因为现在啊 因为这个社会状态 发生了战略变化 那么这个人就 就是说 就有需求了啊 听听他讲的 确实不错啊 确实怎么样 嗯嗯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 这种情感的顾问 心灵的顾问啊 会比较火 你们去学这个国学啊 我相信啊 去学国学的这个 你们啊 多少 或者说呢 至少都有很多的人啊 可能会走向 这个行业 你包括给人预测也好 你包括 看风水也好 还是说 你包括 怎么怎么样也好 你都留不开这个顾问 你都留不开这个情感 顾问 跟心灵导师 你都离不开的 比如说 他找你看风水 为什么找你看风水啊 那是因为他财运不好 在跟你聊的过程当中 哎呀 他就说 哎呀 这段时间啊 财运不好 他老婆老是骂他 是不是 家庭关系也不好 怎么办 就是这样 然后你又开始 做心灵导师了 对吧 就是这么个道理嘛 是吧 这一块啊 所以心灵导师 大家这个行业可以去做啊 现在还是 现在这个国学这一块 还是比较初级阶段 还是一个初级阶段 大家都在尝试的去做 还没有成熟 所以说如果你们要是有这方面的想法的话 这个方向一定没有错啊 你们可以尝试去做 你们可以尝试去做啊 如果你们不做我就做了啊 哈哈 听明白了 打个一来 如果你们不做我就做了啊 过了一段时间呢 这个国学呢 他可能就会逐渐的会比现在要成熟 现在可能还好做一些 再过几年呢 学正学国学的人越来越多 那么你的竞争啊 指定会越来越大 现在的竞争还比较少啊 现在 你们学预测是非常明智的一种选择 学易经的数数也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 为什么呢 这个对你们未来有非常大的帮助 有什么帮助呢 我告诉你 未来可能会有心灵导师 心灵导师 跟你去做竞争 可是这个心灵导师 他不会预测 你呢 你也是一个心灵导师 你会心灵 你会预测 你看 是不是所有的人 他就会跑到你这边来 对不对 你会预测 或者说你会看风水 你是不是比别人的竞争压力竞争优势要强 对吧 那么竞争优势就强的话 你是不是就比他们强 就比他们多得好 所以说 你们学这个易经 学数数 那都是有用的 包括这个过几年 过几年 如果你懂的话 你比别人懂一点 你指定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来 你包括现在群里边 你包括现在群里边 我都不说是谁了 我都知道 就是你们呀 群里边有很多人 现在都已经是职业的风水师 职业的顾问了 职业的预测师了 明白吧 也就是说 你包括现在我们这个微信群里也好 现在听客的人也好 有很多人 他就是职业的 你知道吧 就是职业的 那么职业的话 那是不是 如果你多会一个 你比别人 就会 就少会 你像现在 有很多人找我合作 是吧 我说你怎么不找那个人呢 找合作去其他的地方 不是我们山中的 是南方的 找合作 我说你怎么不找那个 你们那边的人 他说哎 他就会拔字 他就会拔字 然后那个 不知道实行还算不了 就会拔字 其他啥也不会 你说 这个是不是就 这个竞争力就小啊 他说 他说老师你什么都会 他说我看你风水也会 你预测也会 你头像也会 你第二号码也会 你梅花也会 你是什么都会 他说 我们要是这边要开展活动的话 那只能选你不选他 因为他光拔字 他看不明白 那你这个东西比较简单 所以说呢 他就找我 就这种竞争力 就我就就就明显的 就感觉出来了 蓝业会制 你能成为职业了吧 你只能能成为职业了 你这么这么优秀 怎么会 怎么会这个 差呢 是吧 所以说大家 你们现在学的东西啊 对未来一定有非常大的帮助 我们再继续讲啊 梨挂还代表文学 代表艺术 代表医学 等职业 包括梨挂代表 兵格 代表军队 所以说告诉大家 接下来的这个社会 告诉你冲突越来越多 就是冲突啊 就是人和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多 见血的事件 越来越多 你知道吧 因为现在战争 咱们讲战争 咱只能说是冲突矛盾嘛 人和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多 反正说你们 你们现在如果有孩子上大学的话 可以学律师 因为律师啊 是接下来 因为这个人和人的矛盾越来越多啊 律师它是有市场 要么呢 就学一些这个艺术啊 文学啊 医学这类的东西 它绝对有市场 这不失不了业 梨挂为什么代表冰格 这个东西很简单 梨挂是不是两边是 洋药 里边是银药啊 所以说梨挂也代表硅壳 知道吧 梨挂也代表硅壳 为什么代表硅壳啊 因为硅壳外边是硬的 里边是空筋的 梨挂外边是洋药 里边是阴药 是不是外边硬 里边空 冰格我们穿在外边的盔甲 是不是外边硬 我们里边的人肉 里边的软 是不是那么道理 为什么您觉得现在时代是梨挂呢 这个三元九运都推出来了 我们第一是三元九运推出来的 是吧 第二个呢 我们第一是三元九运推出来了 第二个呢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特点 非常符合梨运的特点 所以我认为它就是梨挂的特点 好吧 还有美人呀 贵读啊 文学呀 学者呀 艺术家呀 演员呀 明星啊 这种的都是梨挂的 都是梨挂的 你看引人注目之人 你看那些网红不就引人注目吗 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看 这画家呀 这些东西都是 它带身体 身体而言呢 它代表的是 眼睛这个比较常用 心脏也比较常用 视力也比较常用 接下来的那个眼科会越来 眼科病啊 会越来越多 眼科病会越来越多 有人说是看手机看的 看电脑看的 咱不管说看什么看的 那么眼科会越来 眼科的这个病会越来越多 从动物咱就不讲了 动物 从器物来讲了 器物一般是表达出来的东西 比如说艺术品 比如说美术啊 装标啊 自画呀 电影啊 影片啊 图片啊 视频啊 文章呀 奖状啊 信件啊 导游图啊 地图啊 报刊啊 法律啊 宣传文书啊 广告啊 这种是不是都是表达出来的东西 两半块啊 小日书啊 印章啊 照相机 摄影机 录像机 电影 手机 这种东西都是表达 和表达 很像花瓶 漂亮的花瓶 装饰用品 这些都是和表达相关系的 都可以把它看成离挂啊 场所 我们看看 场所呢 有这个什么 讲文化的教堂 什么火灾场地 什么画室画廊印刷品 这几个比较重要啊 然后呢 火房 还有电影院之类的啊 鲜花的 开放的 飞升的 漂亮的 闪烁的 这种呢 都是离挂的特征啊 都是离挂的特征 天象呢 就是太阳嘛 晴天啊 热天啊 就这种呢 大太阳 热的 它都是属于离挂 从时间上来讲的话 它就是中午 上午11点 至下午1点 这个时间必须要记住 啊 好吧 方位上讲 一定要记住 是正常 从数字去讲的话 一定记住 它是3 其他的不要记 好吧 味道 一定记住 是苦的 吃苦瓜 可以对心脏好啊 但是心脏不好的人 可以尝试去吃点苦瓜 好吧 从色彩去讲的话 一定记住 它的红色的 或者说呢 是花色的 或者说呢 是橙色的 从疾病来讲的话 就是眼病 心脏病 这两个比较多啊 好 那么 这是我没讲到离挂了啊 好吧 那么听明白了 你们就打位一啊 讲的有点慢哦 他才讲了两个卦 现在都 过十一点了 讲的有点慢是吧 讲不完的话 就明天再讲啊 因为 在一块 它的内容啊 必须要深挖一下才行 因为呢 考虑到这个离火 它是我们现在的这个 预议嘛 反正说 我就先讲了这个离火 跟砍挂 在一块 砍挂也是 是这个离火 二十年以后 走这个砍挂运 知道吧 也就是说 二十年以后 再过二十年 就走砍挂里面 砍挂是什么样呢 砍挂是思想的 所以说呢 我们就可以推积 我们这二十年呢 是一种文明时代 是一种发扬 就是传播 传播文化 传播思想的时代 但是这个时代呢 它是传播 它是文化思想的时代 过了这二十年以后 就会走向 智慧时代 看到了吗 砍挂为智慧 什么意思啊 思想跟智慧 完全不是一回事 接下来二十年 不管我说的对 还是错 你可能都认同 因为我的思想 就是这样的 你觉得这个思想就对 可以 可以理解 我告诉你 再过二十年以后的 接下来二十年 我再说什么观点 你就不认同了 为什么 因为你聪明了 你知道吧 因为你见的东西太多了 你听的也太多了 你听了二十年了 你见了二十年了 你再听别人 跟你讲这个东西 你一听就知道 是真的或是假的 一听就知道 就是再挂二十年以后的二十年 那些人都太聪明了 你知道吧 超级聪明 这些人 你比较说 现在出生的小孩 他二十年以后 他开始走砍挂 那个时候 他正好二三十岁 就是说 那个时代的人 是很聪明的 他比我们现在的人通明多了 你知道吧 你不要以为我们现在的人通明 再过 接下来 这种小孩特别通明 他虽然没有经历过 我们经历的这个时代 可是人家 绝对比我们通明 那个时代 绝对是一个智能时代 所以说 如果你们现在小孩开始上学 上小学也好 上初中也好 以后一定要让他 学的专业也好 还是学的内容也好 一定要和智能挂钩 智能家居也好 还是说智能什么东西 一定要和智能挂钩 因为呢 再过二十年 是属于这个智慧时代 智慧时代的这个 那个是那个时代的社会 一定和智能挂钩 现在我给你扯一些文化呀 扯一些道理呀 你能听进去 你到二十年之后 人家就不听了 你这个好不好用 人家直接就是一个KAPP 一个软件就给你测出来了 明白吧 人家一叫个小杜 一叫个小杜小杜 或者说人家 一上网 再一搜咔一下 真正的这个东西 就表达出来了 你这就 所有的东西 就原形别漏了 对不对 他说那个时代 他一定是个智能时代 一定要让他去接受智能时代 不要再让他学这些 现在小小孩呀 小学还可以学这个文化 但是以后的事业 一定不是文化事业的 当然那个是二十年以后的事的 现在是9点15 现在我估计让你们去提问呀 你们也提问不出来 因为中医 中医可以 中医是非常好的 中医他和文化相挂钩 看到了吗 中医可以 中医他和这个 因为我们那个中医啊 他有那个 和那个国学思想挂钩的 中医和国学思想挂钩 所以说中医是非常好的 就这二十年时代 中医是非常好的 如果你是做中医的 你一定要和国学挂钩 如果你是做国学的 你最好要和中医挂钩 如果你有医学基础的话 要和中医挂钩 你没有医学基础的话 你就不要去和中医挂钩了 没有 因为中医啊 他有那个思想在里面 中医思想在里面 没有 在过二十年以后 你再讲中医思想 没有人听了 因为你的思想太牢厚了 没有 现在讲中医思想 还有很多人听 不管说这个中医思想 对也还错 他就是有人听 没办法 讲错的也有人听 讲对的也有人听 对的错的 这个不知道 谁知道谁讲的对 谁讲的错的 这个东西我们都不得而知 但是呢 只要是这个时代 抖这个运 你这么跟着时代去做 他就一定有群众 一定有观众 也一定有顾客 你知道吗 不知道你们 有没有那个关注网上的 现在那个 在浙江 在浙江 这个苏州啊 杭州啊 那一代啊 那一代现在又 又有一种 心灵茶馆 或者你听过来 打个一来 有没有听过心灵茶馆 或者说在网上 有看到了心灵茶馆 相关系 听到了吗 听到过来 打个一来 现在呢 基本上被认定是传销了 就是说官方现在认定呢 是一种传销 为什么呀 他给你讲什么呀 他去到 他先给你洗脑 因为他知道 你是什么人 他知道你现在 家庭关系不好 你的家庭不好 对吧 你的事业不好 然后他就开始针对你 家庭不好 事业不好 怎么怎么 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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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就把你 拉到了他这个心灵茶馆里边去了 把这个心灵茶馆 需要你付什么费 付完会费以后 然后 你还要在他那里面去购买 什么加持能量的大米 加持能量的 什么自然水 什么加持能量的这个那个的 等等这些东西 非常火爆 如果还是不是警方 要如果不是警方去 去把他带股了 这种模式 我告诉你 这种模式绝对是接下来的 商业模式 超级牛的一个商业 一个商业的行业 就是商业模式 或者说是商业行业 你知道吧 为什么 因为他掐中了你的命脉 你的命脉就是什么 你的命脉就是 你的心有问题 对吧 你的心或者说你的思想有问题 因为你的思想没有想明白 他帮你想明白了 解决了你的思想的问题 解决了你的心的问题 好了 那你就被他掐住了 就这么简单 好 我们现在看看 现在是九点半 那么大家呢 现在有什么问题啊 或者说是有什么疑问 现在提一下 你们要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们下边可以打字 也可以呢 下边有一个小话筒 本来是有一个红杠的话 你把它点一下 你就可以连麦 我看看啊 我把它给解除一下 你们要是有疑问的话 可以 就是问一下 没有疑问吗 我估计是没有什么疑问 因为 这是 你们刚才学 你们的这个深度 还没有达到这个 这一块 但是你们想问呀 也不知道为什么 对吧 然后现在呢 讲的也不是专业 也不是那个技术内的那种 所以说也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就是 就是这么一个阶段啊 好 那没有的话 我们就继续再讲两个话啊 我们再 讲两个话啊 因为呢 昨天呢 讲了钱挂和对挂 刚才是讲的 听老师讲解 可以理解为 以后走 关于心理的行业 或者技术的行业 都挺好 心理的行业 不错 技术的行业 你得看什么技术 对吧 心灵的 心理的 都挺好的 好吧 钱挂啊 钱挂呢 为钱三连 钱挂的人 特点是高大的 宽广的 尊贵的 运动不止的 钱挂的人呢 他的特点 是什么呀 这几个都不太 不太常用啊 我看看啊 我们经常用的是什么 钱挂的人的特点 都是什么 第一 老成 因为钱挂的人 他的 特点 他的心理特点 都比较老成 比较积极 比较迈进 比较决断 比较威严 钱挂的人 你看起来 都有一种气势 你知道吧 你不敢侵犯他 钱挂的人 还比较 这个 废怒 这个 轻散 制裁 强制 冷酷 这种人啊 他可能 为了某一方面 他会比较 就是强制性的 做什么事 霸道 专恨 就这种人的性格 专制 独善 独霸 这种是常用的 对于这个器物来讲的话 精致的 高档的 高级的 都是用钱挂表示 比如说金银首饰 都是用钱挂表示 高档的金银首是用钱挂表示 如果单独的金银跟银子可以用对挂表示 刚性的 钱挂的人都比较刚性 说一不二的 钱挂他 钱挂的人表现出有一种敬畏的 就是让人一看到啊 我就有一种自来的气场 我自己有自带气场 自带威严 还阳善 激善 这个也常用 针对于这个钱挂的人物 我们讲讲啊 一般的代表上层人物 或者有领导地位的尊贵之人 比如说各种领导啊 比如说君王啊 君主啊 老板啊 英雄啊 统治者 独裁者 掌权者 董统 首相 老大 校长 元老 厂长 董事长 书记 主席 会长 这种凡是老大的 专家的 一把手的 全都 忠心人物 父亲 钻横者 傲慢者 这种呢 都是属于钱挂 如果要是不好的 刚才这个是旺的 如果要是衰的 往往呢 代表乞丐 和它相反吧 吓人 卑贱的人 还有 一些乞丐 或者说那一些被欺负的人 僵尸 和恶人 都是你钱挂代表 大家说 帽给衰啊 它表达完全不一样 身体而言的话 代表头 代表大肠 这个我们常用 下边就 这动物就不说了 器物 钱为金银珠宝 玛瑙 首饰 高档的衣物 高档的用品 金钱 高档的金额呀 所以说呢 这个高档这个词 往往都是钱挂 还有古董 古老的这个词 是钱挂 成就的 是钱挂 如果你算一个东西 如果这个钱挂比较旺 那么它一定是高档的 明白吧 就是说这个东西很值钱 如果钱挂比较衰 钱挂比较衰 那么它一定是老的 旧的 或者说呢 古董 就是 或者说是古董 不能用的 不能使用的一些东西了 就这种 像所有的高级的物品 全部都是钱挂 好的 坤的也为旧物 对 坤的也为旧物 这是不讲 但是呢 你坤的罐子 你坤的罐子 你最好 是钱挂 有啥区别吧 那区别就从性质来讲 坤挂为金 坤挂为土 钱挂为金 这个物品 如果你家里有一个 什么 你家里有一个 这个古董 那么这个古董 它不能用坤挂代表 因为坤挂 坤挂是大众型的 你看到吧 它是个大众产品 钱挂是个高档钱 钱挂是高档产品 是奢侈品 你看到吧 这一点你就表达出来了 好吧 它的一个档次不一样 你看 所有的高档的煤啊 什么东西都是用钱挂 这些的东西 我们就不用说了 这个 场所 一般的高级的住宅 别墅 大会堂 京城 北京的一个都市 这种呢 非常高档 都是用钱挂表示 西关大院政府机构 什么商场 都是用钱挂代表 古建筑 这种也是用钱挂代表 就天象而言 这个呢 是冰雹 因为硬嘛 它就是冰雹 时间必须要记住 时间呢 是 这个地方 下午 对 下午 19点到23点 它是 19到20 20到21 21 22 22 在4个小时 为什么是4个小时 到时候我们讲后 后天八块图的时候 我就跟你讲了 它为什么是4个小时 方位 代表的是西北方 只记西北方 其他的正达不记 数字 只记1 其他的不记 0也要记 0也要记 钱挂 是圆的 常常在硬器当中使用 这个也要记 钱挂是0 干支不记 味道 辣的 稀辣 色彩 金黄的 这种 尤为是金黄的 然后黑色 这个应该是 这个写的不太对 这个黑色 不是 怎么会有这个黑色 大部分是金 是这个金黄色 就是这种 这种底色 我加一个底色 这种金色 这种方便 疾病 是头上的病啊 头上的病比较多 还有老病 旧病 旧病复发 这种都是属于钱挂 听明白的打个1来 这个钱挂在一块 来再看这个对挂 钱挂和对挂互相 对比的话 那么它的硬度 就不太一样 钱挂 表示的是 低挖的地方 它是形成的口子 低挂的口子 教教路是钱 学校是宽 对 教教路是钱 对挂具有吸收功能 对挂的人 它为什么具有吸收功能 因为对挂的人 它特别容易和别人沟通 容易与周围的事物信息相沟通 所以说对挂的人 它往往吸收能力特别强 别人有什么好东西 它马上就知道了 对挂的人为和气 如果对挂旺的话 那么这个人 它和别人相处起来 别人感觉特别舒服 让别人比较高兴 这个呢 是对挂旺 如果对挂比较衰的话 和它往相反 就是说跟它相处起来 特别难受 对挂为谈笑 高兴啊 笑意啊 这个都是为对挂 对挂是带口子的啊 对挂为温柔 这个温柔呢 是相对于钱挂来讲的 钱挂为霸道 对挂为温柔 这两个呢 完全相反 温柔之女性啊 对挂为这个折损 对挂有缺的性 因为对挂三摇呢 最上边呢 是一个阴摇 下边两个阳摇 所以说你会发现了 一共三个摇 一个阴摇 两个阳摇 对挂代表的 销售 代表的推销 那么我们从拔挂当中 也可以知道 在推销的时候 在销售的时候 是可以说大话的 你看吧 是可以夸张的 你看吧 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知道 那个推销员 或者说呢 那个销售员 我们都觉得 这个销售员说了话 太夸张了 销售 我们从挂当中 它本身是可以夸张的 是可以夸大的 但是夸大 它不是无限的夸大 夸大 它一定有个度 你最多 夸大 夸大这个产品 不能超过30% 只要用到三分之一 这个产品 它的功能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它可以做到 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你是可以 放大它功能三分之一的 如果说这个产品 你不放大 这个产品 那你就赔了 你就 就是说你的产品啊 这个价值就太高了 你就赔了吧 那如果你不赔 怎么样 你又可以放大这个产品 放大它的功能 或者说放大它的这个影响等等 但是你不能 就是说你穿上这个袜子 你都能飞起来 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对不对 你不是下 那就是就忽悠了 对不对 那就是忽悠 这个忽悠它是完全的盲目的忽悠 没有任何根据的 那个不对 那个不行 那个就不叫销售了 那就是纯悠 销售它是可以把产品的功能 放大三分之一的 这个是囤在天里的 知道吧 为什么 因为我们从对挂 你能看出来吗 一个一摇两摇一摇 它就让我们说大话 你知道吧 销售你说的大一点 说的夸张一点 对不对 别这么老实 老实的产品 有什么好东西 你都不说 谁知道啊 放大一点 夸张一点 这么说 这就是天道告诉你的 听里面打个一 这就是对挂 那么对挂代表的相义呢 为欢快 为欢庆 为趣味 为娱乐 高兴的唱歌的 交流的 讲课呀 演讲啊 吵架呀 议论呀 和嘴巴相关系的 全部都是对挂 要卖口舌 脱离 尾棒 破腿 这种都是对挂 和人物相关系的 比如说年龄比较小的小女孩 比较可爱的小女孩 比如说歌女唱歌的 和与口相关系的职业 比如说老师 教授 演讲者 解说员 翻译律师 向上 推荐员 这种都是用对挂去代表 秘书 这个咱就不讲 还有一些牙科 和牙 和牙相关系的 外科牙科 这种话 都是对挂 和对挂相关系的 对吧 二把手 因为钱挂为一把手 对挂就二把手 八卦当中 八卦当中的 对挂是二把手 歌唱家 音乐家 娱乐工作人员 这些全都是对挂 金融 借人物 这种呢 都是 对挂 比较旺的 就是歌唱家 钢琴家 就这种好的之家 不好的就是失败者 失败者 失败者 破坏者 对挂者 对犯 这种是对挂 对身体来讲的话 它 和 你就记住了 和口腔相关系的 就行了 耳朵就不要记了 和口腔相关系的 和嘴巴 和喉咙 和肺 和气管 这种相关系的 都是对挂 气味而讲的话 上面带口的 都是对挂 比如说碟子 盘子 烟灰缸 酒杯 杯子 金属 这是带口的 带口的 带口的气柄 都是对挂 一些金属壁 金属认的 带尖的金属用具 金属软 比较软一点的 那个用具 都是属于对挂 比如说刀子 剪子 刀剑 刀斧 这么小的 金属 都是对挂 瓶子 罐子 这种因为带口 所以说是对挂 破损物 欠缺物 这种 因为它破损了 也带口 所以也是对挂 一些 什么 金银铜铁锡 你像我们用那个 我用那个 八卦去选股票 就是通过这些 选股票 比如说 你们有 你们有做股票的 做股票 如果对挂网的话 就买那个 金银铜铁锡 就是那种锡金属 灰金属 知道吧 那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板块 带乐器 带喇叭 这种是对挂 带口的器 器物 都是对挂 那么从场所来讲的话 沼泽地 湿地 湖 带一点小水的 都是对挂 音乐厅 发声音的 吃饭的 唱歌的 喝茶的 喝酒的 都是对挂 聚会场所 因为聚会高兴 又唱歌又跳舞的 洞穴 潮穴 山口 带口的 都是对挂 眼说听 也是对挂 可爱的 有吸引力的 这种都是对挂 废旧的 也是对挂 因为呢 是破的 破旧的 就是对挂 时间来讲的话 它就是下午 5到7点 是两个小时 前挂是4个小时 对挂是2个小时 我们讲到后天 八个图就给你解释 它是 为什么是2个小时 方位 它一定要记住 它是正希 一定记住是正希 从数字来讲的话 一定记住 这个2这个数 其他都不记 味道 辛辣的 是金 色彩 是白的 疾病相关系的 口腔疾病 喉咙 这个口舌 咳嗽 胸病 都是对挂 金属刀 这些话呢 就 就有点 有点太不够 时间不够了 我们把剩下的内容 明天就再讲 明天把剩下的那个 这4个讲吧 好吧 大家现在有什么疑问 如果都没有疑问的话 我们今天就暂时到这儿吧 因为 再讲的话 时间也不够 因为我喜欢 把这个整块的时间 用在这个整块的内容 如果是讲一半一半的话 很多大家都忘记了 好吧 我现在 回复内容 佛堂教堂可以用钱 佛堂教堂就是用钱挂 不能用礼 佛堂教堂就是用钱挂 好吧 对挂是小人 砍也是小人 对啊 这两个只要是对挂 跟你砍 只要是他摔 都是小人 因为对挂为口舌者 只要是他摔 就是这个人他碎嘴 他总是 他总是说别人的坏话 这就是对挂 你知道吗 如果砍挂不要摔的话 他总是喜欢在别人后边了 就给他 就给他下套 这种 寺庙啊 寺庙就是说 如果大一点的寺庙 就是城里边弄的寺庙 用钱挂代表 如果要是那个 乡村的那种小庙 可以用梗挂去代表 我们明天讲这个梗挂 如果一个寺庙比较大的 震度比较大的 可以用钱挂代表 就会用梗挂去代表 就会用梗挂去代表 就会用梗挂去代表